确实一个人什么都不能感受和感知挺悲哀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也许就没有遇到那个他愿意为他燃烧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们把今天当成一个成长的课堂 男生学会感受世间的美好 感受爱 没有爱的时候大胆地说 不要辜负别人 女生生活学会放手 其实是挺美的一件事情 老攥着也挺累的 好了 接下来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这段时间我其实 我最后一 멈ت点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 bubbled我们下一个问题 对我的物丰富 真情的思想 是我们下一个比较光盂 我首先是在辞质的地方 我们下一个予养的阶段 我们下一个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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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有你的湿里 关门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GV 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看 都缺一声感谢 对一段初恋的感谢 人生就是成长 过去吧 希望他们心存感激 开始新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徒弟老师进入到 京云的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伊贝诗 爱情保鲜剂 网友提问 我们两个结婚三年多了 我婆婆一直都对我很好 后来我生了个女孩 我婆婆一直想让我要个二胎 但是我老公 其实也不想要孩子了 但是她又一直 不去跟我婆婆说 让我跟我婆婆的关系 特别的不好 现在我都不知道 是你跟你丈夫是一类人 你说你丈夫不小心要二胎 但是又不敢向自己的母亲 亮明自己的立场 模模糊糊托你带手 但是你又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处理家庭关系的前提 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 然后再将心比性换真心 你应该和你丈夫商量好了之后 再跟婆婆好好地聊一聊 谢谢大家